Intel 执行厂Pyte Gaussinger 清零台湾 参加Intel Innovation Taipei 2023活动 他表示人工智慧将不再变得无聊 强调Intel 在接下来的 AI PC 产品发展 依然扮演重要角色 再次为 PC 产业带来三春六时刻 为 PC 市场人注入全新成长动能 并带来全新实用体验 预期Intel 将以过去主张的模二定律持续成长 Pyte Gaussinger 也说以前的 AI 产品 对一般大众多半是无趣难懂 但随着自动生成是人工智慧 AI PC 产品越来越多 AI 产品的应用也将更加亲民有趣 这也代表未来人工智慧将无所不在 在 Qualcomm 带动的 Windows on Snapdragon 苹果以其 Apple Silicon 处理器改变的 Mac 生态系统 逐渐倾施Intel 过去以来稳固的 PC 市场 Hot Gaussinger 认为Intel 仍有充足的技术实力 推动现有 PC 市场改革 并且带动更进一步的创新发展 针对Intel 之前提过于四年内推进五个自成节点目标 Hot Gaussinger 表示目前已经完成Intel 7 Intel 4 制程 预计今年 12 月 14 日将进一步推出以Intel 4 制程打造 代号 Meteor Lake 的第14代 Core 系列笔电处理器 同时也将推出代号 Amboard Rapids 的第五代 Intel Z Unscalable 可扩展伺服器处理器 而接下来的Intel 20A Intel 18A 都将按照既定时程 分别于 2024 年进入量产 以及在 2024 年第一季式产 预计 2024 年下半年进入量产 另一方面 Intel 也计划导入以玻璃基板设计的下一代分装技术 即使对应更小制程技术 可在单一封装放入更多电晶体 预计在 2026 年至 2030 年之间量产 加上透过Taplet 堆叠晶片技术 U-CIE 连接技术 实现以Intel 3 制程结合台积电 N3E 制程 代号 Pike Quick 的晶片封装设计能力 强调Intel 在规经济发展有足够技术实力 并且担任推动运算改革角色 除此之外 Pike Gaussinger 也强调Intel不仅提供充足的运算能力 在轮体应用更可及由Open Mino 资源协助开发者 更快导入人工智慧技术 并且透过与台湾 OEM ODI AM 业者深度合作 及时推动更多元的 AIP 式应用产品进入市场 同时 MXE 也强调持续及 OCM Scalable 可扩展伺服器处理器推动运单运算 并且结合 AIP 式应用强化混合运算架构发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